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喝酒和果汁容易引发气喘 内科医师盘点,散种食品,两药物千万要少吃 当气喘确定诊断后 日常生活必须要注意预防气喘的发作 其平时与其心发作时的治疗方式 气喘的预防主要是针对环境控制 持续暴露于过敏源或其他诱发因子 将会导致气喘的恶化 避免诱发因子只可改善气喘 诱发因子包括 1. 过敏源 常见的诱发因子包括 尘埃、嫁满、化粉、动物、毛皮和霉菌 因此才评估气喘病人时要调查其过敏的情形 包括皮肤针刺试验或RAST试验 只靠病时并不可靠 唯有找出特定的过敏源才能避免接触它 但是通常又不可能完全不接触诱发因子 2. 吸烟 气喘病人不可以吸烟 也不宜吸二手烟 3. 职业致命因子 某些存在工作场所的诱发因子 可以使原本健康的人发生气喘 有否接触工业化学品或其他物质 如木屑、粉末、低氢化物、TDI、动物等等 4. 食物和食品添加物 在食品添加物中如亚硫酸钠是一种常见的原因 病人通常在吃入后几分钟内就发生气喘的发作 也有人报告吃了胃精黄色5号 常添加于饮料食品中而发生气喘 皮肤试验或水液检测对添加物过敏的诊断没有帮助 5. 药物 有些人对某种药物过敏 包括阿斯匹林和其他肺类骨醇抗炎症药剂 其他会诱发哮喘的药物 如乙形较感神经阻断剂应该避免 6. 其他诱发因子如上后续到病毒感染 油气、香水、某些刺激性味道 运动都可能引发气喘急性的发作 7. 会加中气喘的疾病 鼻炎、鼻痘炎、胃食道预留等等 病人的气喘严重程度可由症状、药物需要量和肺功能的测定来判断 气喘病患肺功能的检查既可诊断也可用来判定气喘的严重程度 肺功能检查包括 第1. 肺量剂 肺量剂能准确测出一个人呼吸通道器障碍的程度 第2. 千锋呼气流速监测 千锋呼气流速剂对于病患自我检测很有帮助 但是再为诊断工具 它的敏感度不如肺量剂 第3. 每日的变异 千锋呼气流速的每日变异可作为气喘稳定性及严重程度的指标 气喘要得到最世界的治疗 最要定期测量肺功能的数据 用以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 监测治疗的成效 及使病患了解自己的病情 并及以鼓励其做好自我照顾 至于气喘的药物治疗可分长期治疗及恶化时的处置 1. 长期治疗计划需要考虑药物及借替式疗法药物 药物治疗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气喘的严重程度 与病人当时的治疗而定 由于气喘本身是一种动态的慢性病 给药的计划应该适应不同病人间的差异 及病人本身随时间变化的差异 因此需根据气喘的严重程度来给予药物的治疗 适当的药物治疗不仅可控制平时的症状 还可以避免恶化的发生 2. 气喘恶化的处置计划 气喘恶化指逐渐有越来越严重的呼吸困难 和瘦和松闷等症状的发生 通常这表示长期处置计划的失败或暴露在有害的物质下 当有恶化迹象时 最早使用抗气喘药物是成功处置气喘恶化的关键 当病患能在家中边开始治疗 他们不但可以避免延迟治疗 而且也增加控制气喘的机会 有些情况需要马上就医 第一 病人属于高危险人群 如过去一年曾因气喘住院 过去曾有为其生命的气喘发作 第二 恶化情况相当严重 第三 堆气管扩张器反应不佳 且以持续三小时 四 每三至四小时需要使用乙二型吸入器 持续24至48小时 第五 使用口服类骨存 二至六个小时后仍无改善 今天节目的内容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收看爱健康频道 要了解更多有关健康的好知识 请订阅爱健康频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